近日,Angela Baby受访谈及今年心态的转变,坦言这两年越来越明确一件事,不想要妥协了,而转变的关键在于孩子,因为过去还是一个小女孩,什么工作都愿意尝试一下,但变成母亲后变成保护者身份,希望孩子长大不会给人指着说,你妈妈什么都不行,什么都做不成,并表示这也是她接演摩天大楼的原因之一。 之前Angela Baby一直因演技备受质疑,她所主演的《孤芳不自赏》更是被骂抠图,不敬业,不少网友批评她只是会瞪眼的花瓶,但Baby在摩天大楼中的表演进步明显,不少网友对她的演技产生了改观,就连影后张子怡在对摩天大楼发表评价时,还特别表扬了杨颖的表现。 直言,大家曾经对Angela Baby在表演上的质疑可以暂且搁置了,她演的美宝真挚自然,让我觉得美宝, 她对这个角色的投入与呈现值得肯定。